四肢 脖子后方 甚至整个背部 农家疹就这样长在小朋友身上 尤其天气炎热 发痒 动手去抓 这结果更加的严重 台东基督教医院小儿科发现 近日以来 平均每个礼拜会有两到三个案例 甚至一个疹次就来了三个 很多小朋友 现在他身上都会有一些农家疹 毛囊炎 然后就是会一直 我们叫做流农流汤 然后妈妈会说都是反复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 就是好了又再来 好了又再来 农家疹是金黄葡萄球菌 练球菌感染所致 平常病菌会依附在身体的毛囊上 小朋友流汗 流鼻涕时 喜欢用手来抹擦 或者是被蚊虫叮咬之后 用手或者是手指头 抓到皮肤都破皮 而造成了病菌感染 形成小型的笼包或者是水泡 而最常出现在脸部或者是四肢 小朋友可能是体质的问题 毛囊比较深会卡细菌 所以你要把那个毛囊里面的细菌洗掉 医师表示遇到这种症状 可以在洗澡的时候 一定要用沐浴乳或者是香皂等 以水蜜桃搓法将身体洗净 是最简单又有用的预防 以及避免复发的方式 所以我都会说像把你的小孩 当一颗水蜜桃 然后用洗水蜜桃的那个力道 水蜜桃用力洗就皮 皮就破掉了 所以你就是用不能把水蜜桃 洗破掉的那个力道 去搓你的小孩 就是全身搓干净 冲干净就可以了 除了洗澡要注意之外 也要注意指甲缝 要维持干净 而另外幼儿遭到蚊虫叮咬 应该要赶快用自然水洗干净 透过简单的保养工作 就能够让皮肤维持健康又干净 避免细菌爬上升 人机卫视台北台东 综合报导